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你听说过道西基地吗? 你相信人类曾与外星人在地下世界打过一场惨烈的战争吗? 外星人究竟做了什么? 让美国的一个边陲小镇笼罩在恐惧之中吗? 知情者为何接连离奇死亡? 美国军方又试图在掩盖什么? 这并不是科幻电影里面的情节 而是可能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由当时战争的参与者菲尔什奈德 在一次世界UFO大会上亲口讲述的 但是最后菲尔却因为不明原因被自杀在家里了 所以这件事从头至尾都透露着一股扑朔迷离 道西,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美国边陲小镇 坐落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交界处 这里地下人稀,不足33平方公里的土地 养活了2600多个农民 也算是一块太平乐土 但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 这个安静的小镇就开始频繁发生牛畜肢解 和女子失踪事件 有人在附近农田里发现了一具水牛的尸体 在尸体腹中怀有一枚死胎 胎儿的样子非常怪异 令人站立 因为他看上去像是人类 青蛙与水牛的杂交体 他的头部没有颅骨 呈半透明状 FBI多次调查无果 无奈将其归结于人为原因 不过有人指出 可怕的死态 其实是外星人的基因实验产物 而这一切邪恶计划的开端 源自1947年7月的一个下业 发生了什么怪事呢 那天晚上 一架类似飞碟的飞行器坠毁 在新墨西哥州 罗斯维尔市的一处农场内 随即军方紧急介入 试图封锁消息 几天后 一位土木工程师又在当地农田里 惊奇地发现了几具怪异的外星人尸体 光头大爷身着紧身灰色制服 随后当地媒体竞相报道 这就是当年妇如皆知的 罗斯维尔UFO坠毁事件 此事一度沸沸扬扬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荒唐闹剧 但民间主流声音却认为 UFO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政府试图隐藏机密 甚至政府已经与外星人 达成了某种邪恶的交易 那就是允许外星人用合理的手段 研究人类基因而作为回报 外星人将向美国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 帮助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反超苏联 值得一提的是 UFO坠落的罗斯维尔斯 与今天要讲的道西镇相距 仅200多公里 但是很快有些事情开始失控 外星人生性残暴 为了了解人类基因 他妄图通过人寿杂交 得到某些真实实验数据 为此他们大量盗取牛马等牲畜 以及镇上的无辜女子 将其圈养在地表以下 四公里的动景内 甚至残忍虐待人类和动物 美国政府深觉事态失控 因为外星人未遵守约定 肆意残害人类生命 在多次谈判破裂后 1979年8月 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下案令 安排代号为Z部门 尽快解决掉这些外星人 以绝后患 一场地下战争一触即发 诸多无辜之人身陷其中 这里便有我们今天的主角 菲尔斯奈德 这段地狱般的经历 成为其一生的梦魇 菲尔斯奈德自称是一名 地质工程师 从1976年开始 便参与到了 美国军方的某些建设项目当中 其中有一个项目名为黑色工程 是为美国建设大量的地下军事基地 根据斯奈德透露 这个项目横跨美国东西两端 涉及100多个地下基地 而这些基地 是通过地下高速列车 所互相连接而成的 从而构成覆盖全国的军事网络 而他所参与的项目 是一个生物实验室的建设 就在道西站附近 在工作中他留意到 在工地附近一直驻守着一支 美国绿色贝雷帽特战队 值得一提的是 绿色贝雷帽里属于美国陆军 是进行非常规战的主力部队 也是美国第一次正规化的特征部队 装备精良 作风强硬 1979年8月的一天 菲尔斯奈德所在的工程队 掏空了一座三体的内部空间 用来放置这座生物实验室的地下设施 而在挖掘的过程中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根据军方要求 需要在地表四公里以下 挖掘一条巨型隧道 而由于挖掘设备故障 挖掘方向偏离 误打误撞地打穿了一座垂直的洞景 作为地质勘探负责人 斯奈德第一时间 从几名绿色贝雷帽的士兵下去查看 当他们乘坐着临时搭建的升降梯 来到洞景内部 才发现工程队挖通了另一座基地 也就是到西基地 而马上要看到的一切 将改变他的一生 斯奈德和几名士兵看到的是一片地域景象 洞景底部有大量的生物实验设备 还有很多巨大的铁笼 里面分别装着各种牛 马牲畜 还有成百上千的女性人类 他们发出的凄惨的可不叫声 就在此时 几个身高约2.3米的外星生物 手持武器赶来现场 斯奈德回忆说 即便相隔十几米远 他都能闻到外星人身上所散发出的 一种类似流氢化物的恶臭 让他头疼欲裂 就在紧急关头 他本能地拿起随身佩戴的左门手枪 和几名士兵一起向着外星生物开枪 成功放倒了两只外星生物 而外星生物也拿出了一种激光武器 可以发出某种蓝色光束 并释放着某种电能 很不幸的是 斯奈德被击中 那道蓝色光如刀一般 在他胸前正中线自上而下 划出了一条长约36厘米的伤口 用他的话形容 自己仿佛向条被开膛破肚的鱼 求生的本能 去使他用手臂抵挡死光射线 然而他左手在触碰的瞬间 中指和食指便被骑刷刷地切掉 他回忆说 虽然非常疼痛 但是手指处并没有任何的血迹流出 伤口是整齐的 两个手指就像蒸发了一般 就在他正全身冒烟 快疼到丧失意识的时候 一名士兵拼命将他扛到了升降梯上 并拍下了启动开关 他最终幸运地返回地面 而救他的士兵永远地留在这地下 经过这场战争 共有四只外星生物被击毙 而人类却付出巨大的代价 等三人存活下来外 近66名绿色贝雷帽士兵上命 按照保密协议 所有知情人都不得透露任何相关信息 菲尔·施耐德等人都想远离道西 平静地度过残生 但是接二连三发生的一系列变故 逼迫施耐德冒死也要站出来说出真相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994年菲尔·施耐德开启了第一场 关于道西基地真相的公开演讲 因为演讲中所披露的信息极为劲爆 一度引起政府及军方的警觉 特别是他还拿出了证明道西基地存在的物证 更是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是什么样的物证 原来施耐德通过一名幸存的士兵 获得了一块飞碟碎片 据说这块碎片是一种特制的钛合金 来自1947年 罗斯维尔UFO坠毁回收的残骸 而这种钛合金 后被美国空军广泛用于制造 70年代的SR-71黑鸟侦察机 这种侦察机全生态结构 是世界上第一种成功突破热障的 实用型喷气式飞机 在过去30年中的实战记录中 没有任何一架曾被敌机或防空导弹击落 2007年 新墨西哥州一家民用实验室 对这类碎片进行了全方位侦测 证实该碎片由26层特制金属压制而成 其中的主要成分 便是施耐德所出的钛元素 不幸的是 向美国大众吐露真相的施耐德 看不到这一天了 其实从1990年开始 施耐德就陆续得知 之前一同参与地下军事基地建设的同事 以及道西事件其他幸存者 在最近两年内相继神秘死亡 而政府对外的口径一致军宣称自杀 而当时的他已经患有严重的AA贫血症 也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这是由当年死光射线中的电力辐射导致 用他的话来说 自己活不久了 冒死也要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 因为他要对得起那个舍命救他的美国大兵 更要对得起共患难的幸存者 虽然他知道自己也终有被自杀的一天 在他公开演讲的第二年 1996年的1月19日 施奈德在家中离奇死亡 身体上有大量瘀青划痕 似乎生前遭受了飞人的虐待 而且他的脖子上被死死缠上了三圈软胶 表情猙獰 但是警方却对外宣布飞尔死于自杀 并称其有严重的精神分裂 到此道西事件最后一个至情人死亡 毕竟他的言辞也有夸张的成分 但是他残缺的左手和胸口巨大的伤口 不会骗人 他一定经历过一段地狱般的人生经历 但是道西小镇下方是否真的存在一座地狱 已无人可知 因为没有人知道 这座看似静谧太平的小镇背后 到底藏着多少秘密 你是否能在睡梦中 听见来自地下四公里的哀嚎呢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关于未知领域的精人揭秘